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对对小平帝国有一个总结 一个归纳 一个是有分期 是吧 分成了三个时期 我们想今天的话呢 就请您先讲一讲这三个时期 您是根据什么来分的 三个时期各有什么特征 另外这本书呢 已经是2009年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了 这个后面还有些问题啊 我们想 今天也想一起请教 先是不是请您谈一谈呢 这个邓小平帝国的三个分期的问题 邓小平帝国呢 我认为是一种制度 制度 他不是一个历史时代 所以他也不能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代表 因为他含义的一个制度 邓小平特色的政治制度 那么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 应该是我们过去谈过的 应该是1976年11月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是41年了 这41年 根据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来分的话呢 除了邓小平的 我讲的那个三个阶段以外 我觉得 1976年到1980年 这个四年 是不能算在那个邓小平帝国里头 就算一个过渡时期 不是一个过渡时期 这是一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应该是76年 邓小平帝国以后 当时的提法就是 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这个历史新时期 是1976年到1980年 花古风下台四年 这个历史新时期的 领导是 花古风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集体领导的职 那个个eri 集体领导的 مس sli 那么做胡耀邦的说法 这个四年呢 使中国人民在时代力筹上开足马力前进 它那时候79年讲的是两年 实际上延续到80年 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最顺利的四年 而且这个领导集体呢 就是从粉碎城邦开始 经过十届上中全会 十一大十一届上中全会 到十一届五中全会 逐步的完整起来的一个领导集体 那五中全会当时就是建立了新的常委 新的中央收集处 那个是完全是叶剑云主导的 那么这个领导集体就是四个老的 叶、登、李、成三个新的就是当主席跟军委主席 那是华国锋 那么郑书记是会要绑中理是赵斯阳 那个是那个叶剑云提出来就是集体领导 集体接班 集体接班 接受那个共产主席的历史教训 就是当时一个领导人指定一个接班人 从斯大林开始就失败了 那马林客户回来失败了 毛泽东已经指定了几次接班人 别说去 这个都没赞助 这个林彪、王洪文 所以呢要改变这个制度 不能有一个领导人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应该由党来组织集体的 集体领导集体接班人 我记得汪东兴他们这几个人 陈永贵啊吴德啊 这几个人也是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宣布他们辞职的 退出就是退出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那那个这件事情呢恐怕还值得探讨 因为这是一种压力压力 我觉得按照正常的来讲 那么这几个人是可以继续担任的 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那当时把公提出来只进不出 你要进 你要让陈永进来了 王队进来了 那么到五中全会因为 习建英实际上已经看到 邓小平跟陈永的一些动作 他有一个讲话 有一种很重的话 他说重大的问题应当有这个集体 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所受决定 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作用 不能个人作为算 那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 即使是天才 如果偷偷个人独断坚行 就一定犯错误 给党和事业 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产通教训的 自谁 当时不是指华国锋 指的就是 他除了邓小平没别人 所以叶建英对邓小平有警惕 他让邓小平出来 很积极 他希望 辅助华国锋 当时 像胡耀邦这些人出来 都是很明确地忽辱华国锋 那过去胡耀邦下去学的时候 也在华国锋上面啊 那邓小平自己是 答应的清清楚楚 要忽辱华国锋的 不只是那两封信 世界上都要讲话 也是因为领袖华国锋 他也要领导我们的21世纪 可是呢 三中全会以后 已经有迹象出来了 独庄装心 包括到越南 实际基本原则 这些 取缔民主下 不但是独庄装心 而且把他自己过去的 都怀疑否定了 过去他都说是 民主前往活得很 所以说 这一段历史是很顺利 虽然三中以后有一些干扰 但没有太大影响 主要的干扰有几次 三中全会一开完会 胡耀邦就要翻诱 而且又说话过分翻诱 华国锋态度非常坚决 以后不能再搞翻诱 现在就是要这样的民主 扩大民主 不能再翻诱了 一个是翻诱 一个是取消民主 像这些 还有是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打得不好 现在我看宣传邓小兵的那些骗子 也不这么提越南 这也是很多人反对的 还有就是所谓 最理标准讨论的补课 突然西州私下原则要翻诱 当时理论五局还是抵制了一下 把那反对右倾施当前主要危险这个 在他的发言稿里去掉了 因为那发言稿是先拿到里面 去给大家讨论 然后再在任命大会上讲的 到了下半年 突然他也报到海军去讲 叫正理标准讨论骨购 当时大家觉得很奇怪 军队为什么不购呢 因为正理标准讨论里头 军队是最坚决的 因为罗瑞幸 当时那个汪东倩他们反的时候 别人都不敢讲话了 胡乔默不许 早上再等正理标准讨论文章了 罗瑞幸说站出来 我们军队等 到了1979年下半年 邓小平突然跑到海军去 讲要正理标准讨论不可 为什么就是一个苏正华的 所谓华国锋到朝鲜回来 苏正华说要他来检阅一下 后来也没做这件事情 而且后来胡乔默已经去世 那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那个时候当时没去世了 我说邓小平干这个事的事 刚刚去世了 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 就是说军队里头要输清 和国民的影响 他就要读军队 当时呢 党校也跟着很积极 那就是吴江 邓小平这个东西 没有往下传达 也没有中原文件 他搞到了一个传潮稿 然后流量套跑到流量套那里 到什么统治安部 还有什么几个部去讲 讲完以后 大概刑法者给他整理一个什么东西 他要等理论都在 我要帮他制止 不能管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是三中全会以后 是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华国锋表现得很好嘛 而且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这个 这个整理标准讨论问题 为什么要拿出来搞 但是这些事情 应该说都没有影响前进 包括那四条基本原则 当时讲话的是很厉害 下面也有一些人蠢蠢蠢蠢蠢 可是整个当时的形势还是在那个 法国锋他们的 叶剑英他们的这些 前几年影响的下面 还是继续推进的 特别是在农村 根本压制不住 这股改革开放的措施 所以说从1976年到1980年 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所以这个四年 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 大踏步前进的四年 按照胡耀邦说法 就是在四代里受伤 开足马力 日以继续 波罗反征 牛转乾坤四年 怎么中断的 那就是1980年12月 11月到12月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 把那个 法公公搞下去了以后 立刻几乎是重拾 12月份 开了一个中央公司会议 那个会议上提出了反制业化 是发展 还改革 特区要不能再扩大 而且要速度要放慢 全班的那个 然后提出 调整 要倒退 发展太快了 这是批判 从批判 那个 那个 华国宏的 杨阳靖 而且把华国宏搞下来 我觉得是很不正常 那因为 刚刚 开过水一大 开过世界三中全会 世界五中全会 确定了一个新的领导 还没有几个月 你做这样大的一个改变 至少要开中央全会吧 不开 开一个所谓政治就扩大不了 扩大什么人 扩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贺布中央委员都不是 而且同张主角的 就是邓里群 邓里群在会外 制造舆论 到处宣讲 对华国宏的八大队长 包括杨阳靖这些 完全是错误的 那些东西 造 当时 一个是邓里群的八大队长 后来要写到 那个罗刚文子历史问题决议 他去煽动当时 讨论罗刚历史问题的四千人 再一个就是一张照片 八人包 除了 王山江谣 再加上毛孝仙以外 三个人 一个王东兴下去了 还有两个人 一个陈锡联 一个华国宏 反正陈锡联也是针对叶剑营 因为叶剑营的军权 实际上在奉剑营的军权 叶剑营的军权 实际上毛孝仙已经让了陈锡联殆 所以陈锡联是听叶剑营的 不听四人包的 所以叶剑营跟陈锡联 帮助一剑营在稳定军 军队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结果把 后来五中全会就已经把陈锡联搞下去了 还有搞下去的像吴德级 登归的军 都是当时政治局 反正陈锡联帮是有主要的帮助华国宏的组组 所以五中全会等于是一个交换 一方面稳定了领导集体 一方面也做了让步 就是把陈锡 邓小平反对的人 把这四个人让他们自己辞职了 实际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处理 也是太不正常的 我觉得你传给我的那个 这个明镜历史 有一个 我是看了一些反应了 有一个反应说 为什么 邓小平跟陈锡联就能够把 华国宏 叶剑英都搞下去 我觉得就是因为 这些华国宏 叶剑英这些人 太软弱了 就是说 华国宏他我辞职 为了避免分裂 避免党内有限期性的斗争 叶剑英也是 你们说华国宏错了 华国宏不成了 那我成账 华国宏辞职 那我叶剑英退休 胡耀邦逃避 他拒绝十次 说让他取代华国宏 最后他跑到湖南去 他是不想干的 那有人说是因为邓小平签 据我所知也不是怎么签 当时华国宏辞职 他也建议叶剑英来当主席 谁建议 邓小平建议 不是啊 华国宏建议 华国宏建议 没有建议邓小平啊 胡耀邦当时建议邓小平了 那邓小平大概不好意思 连陈云都没有建议邓小平 陈云说你们两个矮子 你就错一个吧 因为邓小平当时也七四六岁了吧 但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下 正在说中介中生制的时候 他要来 而且他过去讲过那么多话 要支持华国宏的 一直到山中全会他的讲话 最后还要在华国宏一位主席 和在那个总理的领导下 如何如何 所以说这不能一个解释 他伟大谦虚 他当时有没有那样一个 我一忘 是不是像现在那个 那部骗子那个邓小平 最近天天在那演 您说的就是那个转折年代中的邓小平 我说怎么的 演到84年怎么演不下去了 别人都变不出来了 84年以后 84年以后 反正因为前进嘛 道路上好多事情 把别人做的归到他身上 84年以后 你告诉他 诶 夸张 因为最近这方面电影很多啊 有周恩来的 有什么 那个 陈毅啊什么 还有很多 分得外的 都是一直演到最后的 邓小平也都八十年纪 也不下去了 当然他编的那些东西 很多都是假的 而且很奇怪 写的邓小平 实际上我看来上去 好像是两个邓小平 两家人 邓小平一家 加上邓丽群一家 邓丽群一家 邓丽群一家尤其奇怪 老婆李芬什么都写在里头 又老婆李芬 老婆夫婚 写了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演出的 我看是 对邓小平来讲 增加不了多少光彩 所以说 这个 一个历史阶段 是 实际上呢 他从 缓掉 缓掉那个 华国峰以后 就进入一个 邓小平低谷的 初步的第一个阶段了 那个第一个阶段 是什么呢 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是把它 概括成就是 在徘徊中前进的 改革概括阶段 原来不是说 华国峰的那个四年 是徘徊中前进嘛 那现在我觉得 应该就证过来 就是胡耀邦讲的 是在里头上 开筑马力 日移前进的四年 恰恰是后来 反正华工以后 从80年十二月开始 到89年 这个九年 实际上 他的那个改革开放呢 是三种模式的较量 当时胡耀邦提出了三种模式 一种是苏联模式 计划经济 一种是资本主义模式 就是利润 第三种 他家的 中国应该创造一种新模式 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作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处理好生产和消费 发展速度 对外经济战略 关注地产产业 保护生产环境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这个 80年以后 80年的十二月份 就把速度 就砍下来 另外就是说 开放 养要禁 要退下来 那么把前四年 做的一些 正面的东西 都打开改变 而且接受了一个 等理群组织的一个 叫欧永熙的 一封信 二十四个字 然后 陈渊就接受了那个 还改革 什么 义虚球 义虚球这些嘛 正好跟那个 前四年相反 那么当然 当时是较量 就是说他 他当时 就是说 两个婆婆 邓小平跟陈渊 跟两个媳妇 胡耀邦跟赵志远 之间有矛盾 两个婆婆之间 也有矛盾 因为上次模式 实际上 只有陈渊是史大利模式 计划经济 丹小平呢 我认为他是 市场利宁主义 那个时候西方有一个说法叫 Market Lining History 是吧 他要市场 他要开放 他要利宁主义 也要 就是要专政 一党专制 要专政 一党专制 他就是老实讲 专政不能放弃 专政要 不但要说 而且要做 那他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对于陈渊的那套 阻碍市场 阻碍发展 阻碍开放的那些东西呢 他是摇摆的 他可能要 心里头可能不太接受 可是他 在当时他为了这个 拿到这个权利的话 他就需要 林彪 需要这个 陈渊他们那些人的支持 所以他 特别是 到那个时候 他就找 邓丽群的起床报告了 上前十二月份 我还是不知道 我看那个邓丽群 自己写的十二个春秋 说陈渊跟邓小平 最好的时候 就是找我去 起床讲话的时候 他讲话就起床 我完全同意 叫陈渊的讲话 然后讲的 包括反思业化 这些调整 这些特区速度也要放慢 都是 后来一看 都是 那个时候 邓丽群又变得黑猫白猫了 所以这样一种状况下 我觉得 这个九年 他就徘徊了 这个九年 邓丽群自己的概括就是 逢伤 自由化坏烂 逢担 马克思主义的 杨美图钦 那八年年十二以后就逢担了 逢担了就是调整 速度也下降了 然后呢 到了八百年 那邓小平一看不对 所以又 要开始 要开放了 要 要 开十二大 也好一点 那八三年又坏了 八三年是最坏的一年 搞清除精神污染的一年 从反自由化开始 然后呢 颠覆反胡耀邦 反了胡耀邦以后又反遮阳 人道主义 一化 然后就精神污染 搞得 当时不但是国内 国际上都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 当时清除精神污染啊 那个邓丽群还让王正跑到南京去 开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年会 让王正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学会的会长 后来邓小平不是 清除精神污染搞得不好吗 他就问王正 你去乔丽群干什么呀 王正说 邓丽群跟我起到的发言过 还让我当会长呢 他说你当什么会长呢 你王正讲话 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 那个是电视台上 天天都有人跑到电视台上 亮相去 反精神污染 记得 有一些大教授啊 什么赶让头的都上去了 我们当时的 就一个说法叫文化小革命 大革命这个好像是否定的 但是文化小革命开始了 邓小平自己 邓丽群自己讲 这叫不是运动的运动 结果好了 后来都搞到什么 农村都有了 所以后来赵紫然万里 王方亦都出来说 万里说农村不能搞 方亦说科技节不能搞 然后后来胡耀邦出国之前就限制了一下 后来不是一直批胡耀邦说是 听众金的污染没有人搞下去 搞了多少天 28天还是多少天 好像是50来天 50来天 50来天 我不记得 但是后来就停止了 这一段停止以后 大概邓小平又有点想 就证过来 他甚至于跟胡耀邦讲过两句话 一个是精神无量是标放的 标放到邓小平文选里去了 后来不但是要放进去 批判我要把美国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工作会议 政治思想工作几年不要开 反正讲了一些这样的话 而且一个老人成天的故事 开始了不是1979年 是1984年 1984年的春节 邓小平到孙政 支持特区 因为这一点上他就跟 陈云发生分析 陈云是一直到时也不去特区 他84年去了 后来92年又去 所以这两个风商也是 84年去了以后 复旦去了深圳 而且还去了厦门 而且还在厦门支持厦南 把全岛自由港 后来回来以后 也跟胡耀邦讲 跟胡耀邦照这样讲 现在看起来还要扩大 沿海的城市都可以搞 后来才有了沿海 实施城市的开放会议 陈云拒绝参加 跑到黄泽区 后来邓小平就乱邻邻到黄泽区 通报 实际上十四城市也没有开放 后来还是陈云战胜的 虽然会开了 说实施城市要开放 首先碰到的就是上海 后来邓小平 到了七 后来邓小平 八九一年的九 跑到上海去 要开放普通词 说我们晚了 怎么晚了 八十年就说 开放啊 开了会啊 不知情啊 那陈云反对你 为什么就退去了呢 所以说这是徘徊 徘徊总的来讲 还是前进的 尤其是八四年 一个老人去了深圳 不但去了深圳 还花了一个圈 花在哪儿 花在厦门 整个全岛 花了一个圈 多搞自由搞 这个厦南也早就提出来了 八十年 八一年就提出来了 你八四年 同意了 同意了 还是实际上 还是后来 后来被成员反对掉 最后把厦南也拿下来 深圳呢 已经反对不掉了 因为搞得早 习中信息都搞起来了 你再想把他压制 也压不下去了 然后下半年 他要搞经理体制改革了 然后让胡秀末起草 起草一塌糊涂 胡秀末找了原木 起草出来根本不像样子 后来才又把起草权交给胡耀邦 八三年已经把胡耀邦的经济权剥夺了吗 是不是这次不许研究经济吗 可是到了八十年 那胡耀邦搞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 决议 林建庆带退起草 把原木划下来 而且不许 按正教征李群自己讲的 不许胡秀末参加讨论 邓李群自己去参加讨论了 提了什么几条建议 你一条也没有接受 他气得很啊 他说好 结果胡 结果他 反而得到了邓小平的夸奖 说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所以说 这个九年 即使有两个婆婆干扰 但是这一股 中国人民 要求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潮流 历史潮流 他们没有抵挡走 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徘徊中前进 或者是像邓李群讲的 风上风淡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局面 是不是说这个九年 可以值得 历史记录下来的 一个是 从82年到86年 五个一号文年 都是针对农村的 农村的改革势不可当 再有就是两个中央决议 体制改革决议 还有一个精神文明决议 精神文明决议 我们谈过了 作为缓冲 因为当时 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下来了 毁耀邦说 但是执行不下去 政治体制改革又不能搞 所以只好缓冲一下 搞个精神文明决议 他说 邓小平不一定满意 但是呢 凭他对我的性能 可以通过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 邓小平也需要通过 但是即使如此 邓小平举手了 真理性不举手 可是到了最后的 全会讨论的时候 因为陆定一出来讲话 邓小平马上就犯了 陆定一因为这个事 还很抱歉 所以后来 他对胡耀邦抱歉 胡耀邦到陆定一去 生病的时候去看他 陆定一说 向胡耀邦表示抱歉 看我跟你人家的麻烦 胡耀邦说不是 他说我是完全站在你的 因为当时这个会议的形势 我不得不说 就说那样的话 他们是一致的了 就是说邓小平要反制业化 他们都不站在反制业化 后来呢 是余光也想出来 把反制业化 先制一下 反制业化呢 就是反对那种 反对思想基本原则的人 实际上反制业化的 思想基本原则的人 也是一回事 所以说当时这样一个 这个九年 应该说还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代 应该是1976年 到1989年 89年 就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六四嘛 六四以后 那我看着把那个改革派 基本上把那些全面改革派 后来的改革派 就是概念就不一样了 把那个当时政治经济文化 这方面的全面主张改革的人 基本上都清楚干净了 有的进监狱 有的被赶出国外 那么变成了邓小平帝国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我是讲的是说是帝国的盛世 盛世繁荣跟摩世败相 并成的阶段 改革派已经新出 那么执行的就是邓小平的 这个市场邻居主义了 邓小平南选以后 那前期呢是 前期就是89到92 89到92实际上是 陈江 李瑶 小邓 因为那时候 邓小平自己讲 我讲话没用了 北京 我没有我讲话的余地了 北京实际上是 陈云 嘉哲明 李鹏 姚依林 邓李群的天下 那个是经济的 是陈云潮一领 意识形态呢 就是邓李群的 反和平为 演变为中心 所以这两年三年 经济一直往下讲 然后邓小平坐不住了 全家南选 全家南选以后 后期 是邓小平 家哲明 朱隆基 共事 那就是说 完全执行邓小平的 市场林林主义 那个时候已经把 十四大以后 已经把姚依林跟宋平都排出去了 因为十四大以前那个班子 都是陈云的人嘛 邓小平提那个李瑞环也不弃作用 那十四大以后的班子呢 那实际上 经济权 朱隆基 从李奔舍里拿过去了 所以是 邓家租 邓小平实际上退休了 他实际上 那个阶段 还是婆婆嘛 您刚才说 这个第二个阶段 是从1989年开始 您是把它画到哪一个年代 哪一年 02年 到02年 2002年 就是13年 但是他后面还有两年军会主义了 现在不管他 但是1989到2002 这就是邓小平的市场林林主义的 他依靠的就是当时所谓山洞基因 权力基因 就是权贵嘛 权贵资本主义嘛 经济基因嘛 就是那些国营企业 红顶商人 还有所谓知识行 依附他们的 这些专政嘛 当时有很多理论啊 什么新权贵以后的 新权贵以后的 前期的新权贵 说是百新权贵 后来的新权贵 就是南新权贵了 因为吴家翔抓起来了 后来的小公警出来了 小公警 还有什么康小光啊 这些人啊 说这个 现在就是靠精英 靠精英的是三种精英 那工农呢 只要让他有一颗饭吃 他们不会造反 造反不起来 这些理论当时很多啊 而是为那个六十编户啊 这个 所以这一段呢 应该说就是 邓小平 江珠 那个时候的 中国已经 股票市场什么都很流行了 可是这个股票市场 那很特别了 人家说股票市场有熊市 还有牛市 可是说中国的股票市场 只有猪市 不是猪啊 不是猪八戒的猪 而是猪隆基的猪 猪隆基说股票市场要砸 你要砸 要下去要要 就说 很形象 而且这个甚是繁荣和摩斯百家 猪隆基是起的主要主要的 嗯 猪隆基是 邓小平点得这样 邓小平说我不懂经济 他懂 那猪隆基很大的一个贡献 是什么呢 就是听了那个 黄少光 和侯万光 他们写了一本 国庆报告 建议 接取财经 说中国已经比南斯拉夫还要 还要穷了 说中央没钱了 所以呢 一定要加强 所谓财政吸取能力 我不知道 它那个数据 从哪里来的 说中国 这样一个极限政府 居然联合了 分本联系 分本联系的 南斯拉夫 中央还没有权 还没有财政权 所以叫集权 后来就决议了 朱镕基搞了一系列的成络 一系列的所谓改革 就是把财政大权 集中到中央来 所谓 国富民群 原来是中央 中央穷 地方呢 因为改革开放了 有钱了 现在这个钱呢 都到中央了 现在的地方债务 债务是高得一塌糊涂 现在看起来 中国很富 实际上只是中央穷 地方现在是 债务 人家现在担心的 就是地方的债务将来 破产 破产 这些朱镕基的一大攻击 那个 那个 王少光 国安光 从此成为那个 经济学家了 那 王少光 开始是搞民运的 嗯 政治学博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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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是 第二段 第三段就是 2002到 2012 那就是 我的概括就是 对内 维稳 稳定压到一切 这种狂战争 对外呢 就是 扩张 为什么 钱太多了 钱太多了 不给老百姓 因为反对民富 胡耀邦的错误就是 民富论 民富论 民富还是国富 那胡耀邦认为 国就是人民的国 民富他最为国强 民富也就是国富 可是 陈运呢 不是 陈运叫做 国家拿大头 集体拿小头 拿中头 个人拿小头 国家拿大头 那就是朱隆基的 那个 集取能力 集取财政能力 那集体嘛 现在没有了嘛 那就是郭英工商的老板 洪顶三人 他们拿大头 官员 全力 三种精英 拿中筹 那农民工呢 平时冰货干了一年 工资都拿不到 那个 你胡锦涛跟温家宝的时候 温家宝经常讲 欠那个农民工的债 要三年之内还清 工资嘛 你每够的工资 要不要一个礼拜哪一次 我要不要一个月哪一次 三年还清 还清农民工 农民工变成债主了 你那些大老板 菲特帕尔的都 要三年才还给农民工的 结果怎么农民工去要工资 打一顿 农民工反抗了 钱比 多少月啊呢 当时 所以说 这样就产生了一下 作用矿战的人物 他靠维稳 维稳的经费居然超过军费 维稳的这些 这些武警 可以超过军队 军队一副员就别人 武警 现在那个 习近平才把它分开啊 武警跟军队绝对不能 警察跟军队绝对不能混起来 一个是对付敌人的 对付国外的 外敌的 一个是对付人民的 所以这个 这一段呢 当然跟美国配合得很好了 我上次也讲过了 在美国 中国生产 本国消费 然后呢 卖美国工资 然后呢 就是美国也是 非理性繁荣 中国也是非理性繁荣 最后 最后就 爆发了这个财政危机 那个是美国的制造业 已经差不多快没有了 都跑到中国去了 现在又把制造业回升了 因为你光是靠那个 买空买空的赚钱 所有的生产 生产总值都是来自于金融 这个金融跟那个 制造业完全没关系的 当时这个 非理性繁荣 当时 美国有格林斯坛 还很高兴啊 反正 中国给我们商品 有便宜 我们老百姓 买东西有便宜 可以买得多 那这些贸易也差没关系 反正它买的是 美国国债 我们只要开开 打开营巢机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 国富论 跟明富论的分歧 那 明富论 我不知道上次讲过没有 就是 陈云反对明富 反对的非常厉害 就是83年 上半年国富 胡耀邦没搞完 下半年 他们三个人在杭州 我讲过没有 对的 嗯 他们三个人在杭州 没讲过 看见人民报上 发表了一篇 要复明政策 所以胡耀邦提出复明政策 他们三个人 要写信到中央去告 所以你没讲过 没讲过 您说的三个人是 陈云 胡乔木 邓李群 三个人在杭州 三两次事情的时候 就拿这个明富论 来告胡耀邦 后来陈云看当时的形势 因为刚刚 搞胡耀邦 没有搞成 在搞折扬 搞新竹竞争污染 现在要搞胡耀邦明富论 后来陈云说 我们三个人 联名写信给中央 好像不是很妥当 现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件事情也没成 最后没写 所以酝酿就要写 是吧 邓小斌 邓李群知道的 十二个春秋里面写 因为邓李群这个人 他对明富是非常 非常警惕 所以胡耀邦就要搞明富 明富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 这个三阶段 这个三阶段 大体上 我就是觉得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第三阶段呢 实际上 使得那个 胡耀邦是潜于困境的 他提出了一些 他刚上台的时候 提出了一些好的东西 包括宪政 还包括那个 科学发展观 他实际上 针对那个反科学发展观 而且他还提出 他还持续发展 他还指的一人为本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评价 应该说 胡锦涛 为什么在这十年 无能为力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体制 现在大家还在歌颂这个体制 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大家说 习近平的独裁 否定了这个 传统的 九龙之水 就是集体领导 九龙之水 结果就搞成这么样一个 一个局面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且每个人后面都是江泽民的手 那胡锦涛那个总书记 令不出中南海 温家宝也是一样 只是清清苦苦 然后出错了 他跑去酷一顿 结果还给他讽刺一半 叫什么影帝 影帝温家宝 我看温家宝这个人 是不是只是做 做戏是个影帝 我觉得也不一定 他困盘有他自己的苦衷 他想干的事 干得了吗 听不听啊人家 所以说这个 阶段 我觉得确实是 胡锦涛是很难实行行政的 所以 你说 是不是现在还是新的扩张 是扩张的继续 还是又有新的责责 我的看法呢是 是新的转折 又是扩张的延续 新的扩张 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还归在 邓小平帝国的第三阶段 他是不是又开始了一个 比如说习近平帝国 没有 我觉得现在邓小平帝国 应该说到2012年为止了 那时候就是习近平上任 习近平上任 也不是完全是习近平个人 五年以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 十八大 黑暗中国的破晓 那就是说 曾小平帝国 曾小平帝国 从89年到12年 已经黑了23年了 那我认为十八大就是这个破晓 因为那个是 金中给我写的文献 谁 金中 那个是搞开放 他说十八大呢 君士失望 了无心意 那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是我觉得不妥当 那我当时就不同意了 我就写了一篇 十八大黑暗中国的破晓 他大概是不赞成的了 他已经登了后来在台湾登的了 那我当时说 十八大就是标志 黑暗中国已经到了破晓时刻 我这个标题就是 黑暗中国的破晓 我这里讲了 十八大有没有新的新意 我觉得有新意 一个是指导思想之变 一个是权力转移之变 一个是人民与党的 地位之变 我觉得这个 跟江泽民实在是不一样了 十八大的报告 是胡锦涛做的 这个报告当然也有很多是延续过去的一些套话的 但是也有新的东西 我当时讲 这位十八大指导思想 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了以认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现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先进文化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 五位一提 我觉得 这个跟 习近平的十九大 是有延续性的 有连续性的 第二个发展 那跟邓小平帝国的 这个反自由 反人权 反民主 权贵资本 垄断市场 暴力维稳 压到一切 贪污 腐败 资源浪费 生态破坏 贫护全熟 道德轮上 民怨敌气等等 说明这个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改变了 说明邓小平这个发展是硬道理 一部分先户 稳定压到一切 这些老教条 支配一下 单程的追求GDP指标 贺出口 薄内需 权贵垄断日本 导致的经济效益 低下 分配严重不公 1%的特权阶层 扭到99%的 劳动者的旧战略 非变不可 十八大 十八届一中全会以后 习近平集结记者 人民的地位回到了党子上 从领袖的伟大 现在变成人民的伟大 习近平提出 全为民所付 权力是人民给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在十八大 就提出来了 当然有人现在 就是说23年的黑暗 积累起来的这一股 邓小平跟江人民的黑暗势力 那么 要把它扭转过来 我觉得这个 波乱反正扭转乾坤 比华国风夜间人时代 更困难得多 因为文化大革命毕竟只有十年了 而且老百姓多有旧物 粉丝十八十四全民庆祝 可这23年 你看到现在六四还翻不了岸 为什么 就是有这样一些既得利益的阶层已经很盘大了 所以说 现在那个前一段时间 这个郭文贵 好像是反王岐山 实际上是反习近平 是反今天的这样一个路线 那么今天你说习近平的五年 干了什么 现在他们只看到就是 习近平前置言论自由 那前置言论自由究竟怎么会说 习近平什么态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实际上这五年 习近平身边支持他的力量 是很小的 他为什么能够做事 还是因为老百姓的支持 我想他起码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件就是反弹 这不用讲了吗 再一件是整军 我觉得 这个整军那一条 是非常重要的 邓小平 军委主席干了四年 军队临家与国家与党子上 加日明又干了15年军委主席 一直干到 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还干了两年 这个二十四年 中国的军队烂透 包括邓小平搞军队经商 邓小平还搞军指挥党 修改党章 把党主席取消 军委主席都大 党的总数据只能召集会议 不能组织会议 这些都可以 胡锦涛可以随便写到党章去 我觉得十二大大党章 胡锦涛七少的 是一个笑话 他当时还 以自己的名义 发表了一个跟新华社记得的谈话 专门讲 书记处的总数据 只能召集会议 不能组织会议 那么谁拍板 军委主席 拍板 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倒是有的 邓小平 今天不拍板 我想怎么样报告 一个军委主席 凌驾于国家和党之上 到了末期 他居然中央委员都不要当了 就是一个普通党员 当了军委主席以后 废掉了 可以被到总主席 他一共前后被到两个党主席 两个总主席 胡耀邦的党主席 建总主席 那这个正常吗 这叫集体领导 说习近平 否定了 好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集体领导 现在有些人 还在那里歌领导 说江泽民 那个时代是最自由的 邓小平 江泽民最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要搏 要搏乱反征的话 首先要从六世的搏乱反征开始 就像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开始 是从四五 四五运动频繁开始 四五运动 这个民主运动 八九年是最大的民主运动 有史以来 你必须要 这个搏乱反征 才能够把这个历史 整理清楚 现在都在 好多议论 包括外国人写的书 傅瓜一写的书 居然现在都可以 为这个天安门事件 来歌功领导 我觉得这是非常 非常奇怪的 所以说 这些人 周永康 郭伯兴 徐才厚 薄熙来 令计划 搞下去 我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这五年的成就 反贪 政军 治党 计贫 还有 转变的增长方式 从过去的山寨 变成创新 我觉得这些都是 最后这个我没听明白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说转变 增长方式 过去是追求GDP 明白 增长方式 现在搞创新 过去是中国制造便宜 然后去把农民工的血汉 变成外汇 然后去让那些贪污分子官僚 满足他们的那个经济需要 那今天 习近平提出了季贫 胡贫要胡到每一个人 精准胡贫 精准胡贫 我要胡贫到每一个人 每一家人每一个人 如果还有一家人 还有一个人 那胡贫就没有成功 全面小康 不能一乐一个人 不能一乐一家人 我觉得这些 在邓小平 江南米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江南米的三个代表 都是我代表了 先进生产力 先进文化 公众的利益都是我代表的 只要我有利益 那我就是公众的利益 我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我的生产力就是文化 荒唐到这个集点的这样一个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没办法 还在讲 他还要集成三个代表了 三个代表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民 人民都是江人民代表了 所以说 这五年干了这五件事 我觉得事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习近平不是要讲吗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初心和使命 是什么 习近平是讲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为幸福 全大同志 一定要永远和人民同夫妻 共民心怜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当作分得目标 他讲了 他讲了 胡兵不能留掉一个 房子不是草的 民要 聚着要有些屋 我觉得这些话 还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忘初心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延续 是不是扩张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又是一个新的转折 邓小平帝国 这个黑暗时代已经过去了 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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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的雾霾 只现在出去了一点点 还要继续出 现在不是说 这个王岐山小太姐不反弹了吗 好像还是要反吧 是谁啊 最近又抓了几个 是啊 反弹整军 智党 计评 转变生产方式 都还是刚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 今天呢 我想想我的意见就是 要对这个五年呢 还是要 至少这五年 我是肯定的 扩张 现在 当然不会 没有说说 是新的扩张 更大的扩张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一个 这个 习近平碰到了一个历史集会的问题 现在不止一带一路 现在是全球性的 因为美国从那个全球 全球化退去了 退缩 对 是 现在习近平 似乎有点要 想 做这个全球化 和那个自由贸易的 这个维护者的这个角色 当然他被谦虚了 不是我来领导 不是不像那个 不像那个川普那样 美国有先 美国领导 他是跟大家一起 来维护这个 自由贸易 来维护这个全球化 那 我觉得 这个是 可以 大家探讨的事情 特别他提到那个新时代 那新时代是什么 新时代的特点是什么 跟二十八年前不同 二十八年前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是第三波民主化 是全球化 那 邓小平把全球化 跟民主化 对立起来 全球化 开放 他是 追求GDP 他需要的 民主化 他是底子 民主化浪潮到了天安门 他去怎样 可是民主化浪潮 没有退去啊 后来到欧洲去了 把苏联东河帝国给瓦解了 所以说 当时的一个前进的潮流 邓小平把他分裂了 把全球化跟民主化分裂了 现在呢 全球化推抄 民主化推抄 这个 因为邓小平的全球化跟民主化分裂 导致的一个结果 全球的 民主化跟 全球化也分裂 前几年不是有 占领华尔街嘛 所以失败了 玻璃花也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潮流 反自由化 反民主化的潮流 必然 会导致反全球化的 因为没有民主化以后 全球化变成一个不公正的全球化 变成一个贫乎悬殊的全球化 变成一个分裂的全球化 阶层分裂 不但中国是这样 影响了全世界 那现在就是整个两个推抄 那 习近平 你说不忘初心 初心是什么 初心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的 罗斯福的提出来的 是大自由 和平民主性的 和平民主性的 和平民主 四大自由 这样一个反法西斯的成果 要 现在好了 现在武器竞赛 战争准备 和平 和平的潮流 民主化的潮流 全球化的潮流 现在都发生了问题 所以现在要反这个逆流 来真正 回到那个 人类的前进的道路上 这样一个时机 所以这样一个时机 是需要出现一些 新思想 吸引敌人 来解决目前的 这些矛盾 这些矛盾不但在中国 经过这23年 已经积累的很深厚 而且全世界 也是一样 你包括美国嘛 最近我看 住房问题 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原来是 发达国家 现在那些第三世界的问题 居然已经 跑到 发达国家来了 而且那1% 越来越前 那个 情付宣传 也是美国越来越大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 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这个同时 第二个危机 同样也是一个转机 看你怎么样去 驾驭那个潮流 驾驭那个形势 这期节目到这儿 就告一段落了 阮明先生 对邓小平帝国的系统剖析 也接近了尾声 但这个尾声 我相信将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们是要请阮明先生 清点邓小平帝国 给中共给中国留下的遗产 这个遗产 当然包括正面的 也包括负面的 请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提出各种意见和批评 建议 如果觉得有可取之处呢 我们也请大家点赞鼓励 好谢谢嘉宾 谢谢观众 谢谢我们的电视工作人员 再见 请不吝点赞鼓励 请不吝点赞鼓励 请不吝点赞鼓励